台塑石油95加 邀您共賞 全民新攻略 鹽乳豆腐 請介紹 就是它是那種 用老乳滷水去用的 所以那個鹽乳豆腐 在看著你說啊 不知道有這樣的服務耶 他剛剛的一對一家教 還一度非常的不專型 都沒有在看過 夜市常見的拉茶 它是印度人在拉 但是是在馬來西亞開始的 印度拉茶 是在馬來西亞的印度人拉的茶 方便你們搶答嗎 我幫你說耶 你還要喝我 不... 因為我的工作 好喝好喝 全民新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台湖大佬 歡迎回家 各位尊貴的祝福大家晚安 大家好 來 主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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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種財富大樓的 新任官員會主委 曾慕春 各位對我應該不陌生 是的 在這個節奏飛快 壓力三大的時代 誰不想成為自己的療癒大師呢 就像萊特兄弟曾經說過的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像的那麼好 但也不會像你想像的那麼糟 既然如此何不輕鬆一點 找到屬於自己的解憂的解憂之道 今天呢 就讓這些療癒大師們 來傳授大家各種生活上的小智慧 介紹第一位心理學博士爸爸 黃楊明 歡迎 大家好 好 第二位 睡眠中心的主任爸爸 陳志津 你好 你好 陳醫師 再來這一位 香港的樂天美女歌手 顏淑銘 你好 好久不見 再來是幽默的演員爸爸 湯崇聖 大家好 單口喜劇演員陳大天 歡迎 世愛的情歌歌手 龔顏修歡迎 大家好 每天都有說明要分享 我們就先從吃泡麵的開始 好不好 是... 今天要分享的是 變老不可怕 只要你做好準備 這是新書寫給中年人 還有中年人的父母看 孩子長大了 然後我跟... 然後我們進入空窗期了 對不對 空巢期了 對 而且... 這有這麼多都要準備的 而且台灣人口 大家越來越常送嘛 所以要活很久 真的要好好做準備 這本好書送給大家 謝謝 來 接下來這位是我們的這個 算是華人之光了 陳志津 陳醫師 來 這本書叫做... 這個ICU重症醫療現場的第三本書 叫當個更有溫度的人 當個更有溫度的人 然後裡面還有個封面 這是我的太座 說今天一定要拿出來給大家看的 這是我太太 你太太啊 你太太為什麼會告訴你 一定要宣傳她呢 安好太座生活沒煩惱嘛 對 安太歲 安太座比安太歲重要 對... 對... 那你如何當一個更有溫度的人 就不失溫就好了 對 ICU加護病房 大家都認為是冷冰冰的地方 當然 非常的害怕 擔心 其實ICU裡面有很多溫暖的故事 寫出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在加護病房裡面 家屬很危急的話 那還是可以有感受到 醫護人員的溫暖這樣子 當個更有溫度的人 謝謝 陳志津醫師 是的 他的這個瘋瓶劇團的系列 那這一個戲是非常特別 而且是最經典 而且最廣為流傳的 喜劇 因為他是改編 莎士比亞的作品 哈姆雷特 對 這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 但是在悲劇的範圍裡面 做出一齣感動人的喜劇 對 感動人的喜劇 這很特別 讓大家會大笑不及 對 那這次的卡什 有鍾欣靈 還有我 還有陳大編 還有朱德剛老師 以及我們的主持人主委 鄭國城先生 對 太榮幸了 太榮幸了 對 那這個紀念版是 卡斯除了非常難得之外 對 還有這次我們的演出場地 也非常難得 都是在北 中 還有高 最棒的劇場 國家劇院 然後當然我們首演是在台中的 叫國家劇院 然後再來高雄場 十二月底是在 衛舞營 對 衛舞營 是高雄的衛舞營 都是國家級的那個大題 從十二月七號 一直到一月四號 北 中南 三個地方 沙米雷特送給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啦 宮延修 來 大家好 今天有一首歌曲 來 我的雙單曲 EP 腦袖誠愛 在各大音樂平台上都上架 然後裡面包含 腦袖誠愛跟另外一首歌 叫I'm not okay 然後腦袖誠愛是請 左光平 光平哥跟愛依良普 曲跟作曲 對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那個歌曲是為大家喜愛 謝謝 好不好 大家有謝謝你們 好的 接下來要有請官委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簡稱主密碼 對不對 蔡上華 蔡酒咪 要帶來介紹 變長級的大獎 好的 各位尊貴的居戶 在這間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 禮物包含了 豬纖維保健店組 以及夜光豪華旗艦組 巧虎樂園家庭房 和數位顯示防燒箱 和全牛皮電動沙發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們的智力 換取財力 智慧大風就是你 隨便新婚禮 準備要進行 我們的第一回合 二十四個信箱 一共平分這十五萬 智慧新幣有高有低 好了 蔡主祕準備 請出題 許多思想家提出 憂鬱是為了 要讓人類增長智慧 還是適應環境 請一下拿 來 快 快 是這樣子玩的 剛才大火的訊號同時進來 他是誰做 對 是誰做 我也是 陳志京 陳醫師 厲害 我覺得答案應該是 適應環境 漂亮 憂鬱喔 怎麼說 為什麼叫適應環境 就是你會擔心說 有沒有的吃啊 下一餐在哪裡啊 然後會擔心說 這個工作有沒有做好啊等等 就是 實際上換一個新環境 你就會特別的憂鬱嘛 憂鬱的當下 你就會想到 怎麼去適應 他的方法出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 憂鬱就是為了讓人類 可以適應新的環境 人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可是我覺得是增長智慧 我也覺得是增長 我也是覺得增長 因為憂鬱了 你剛剛說的 等一下 增長智慧的舉手 有 三個 有三個耶 三對三好太好了 為什麼覺得是增長智慧 來 初衛 你剛剛講說 我們有憂鬱是面對什麼 人事物嘛 環境嘛 那我們有一句話叫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你遇到了困難 你會有憂鬱 會有壓力 那這個壓力只要一過了 你就可以增長智慧 是 是真的 我憂鬱的時候 都在那邊想事前 你有憂鬱過啊 有 有時候遇到不順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小憂鬱 但是憂鬱的時候 我會 立馬把事情拆開來 分拆它 思考一下 怎麼樣把這事情弄好 就找到 就找到生存的智慧了 對啊 哎唷 陳對三 刺激了 正適應環境 請揭曉 增長智慧 給自己鼓勵一下 給自己鼓勵一下 好 你知道嗎 其實當我們增加智慧的時候 同時也會增加憂傷 而且憂傷呢 在我們人的情緒當中呢 是一個更深層一點的情緒 比如說 在秋天那時候 我們看到落葉 會感受到那一種呢 落葉的悲傷 或者是看到春天的這個 反花盛開的時候 也能夠了解到生命的更迭 而這樣的一個憂傷的情緒呢 其實也是讓我們的智慧 更加的增長 很多人寫情歌 也是在難過的時候才寫 寫喜劇的時候也是 所以有人 對 有人說輕度失智症的人 活得最快樂 對 真的 真的 對啊 然後人最悲傷的就是 最可悲就是說 你有好的記憶力 跟壞的健康 你哪都去不了 什麼事都記得 但是包括好之壞事喔 對 我知道你說的都是真理 你會不會把節目 弄得太沉重了 我知道你提醒得很好 對不對 好的記憶力跟壞的身體 是 可能要帶點模仿獎會好一點 來 請出地理 十八世紀以前的歐美國家 都以薰草藥 還是驅魔儀式 來治療憂鬱症的患者 請搶答 蟲聖 什麼 驅魔儀式 驅魔儀式 請揭曉 漂亮 好 其實古時候 他們會認為說 得了憂鬱症的人 是他身體無恙 但是他的靈魂著了魔 所以他們反而會用 各種很可怕的驅魔儀式 想要去治癒這樣一個 憂鬱症的患者 他們可能會用鞭形 火形 手銬跟腳療那種酷刑的方式 來做處理 所以其實是很可怕 而且對於病情完全沒有幫助 甚至還會加重 首先開箱唐從聖 來 六樓之六 很迷信喔 六樓之六 六六大順 開箱 來一個 有 再提醒一下 只有四分之一超過一萬 來 代出 下禮 請搶答 在說請搶答之前 你亂霹哩啪啦 按壞了也沒用 按炸了 你們按炸了 還沒請搶 放下執念 還是放鬆呼吸 你在 黃雅銘 因為是講預防 我覺得是放下執念 可是會不會太顯而易見 他說預防嗎 我想大家平常都會 平常都會在呼吸 那所以 平常都會在呼吸 不然啊 看看有誰沒在呼吸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 不太能幫忙預防憂鬱症 請介紹 好 好 其實呢 憂鬱有喜樂五字訣 分別是放離疏轉正 那放呢 就是我們先嘗試放鬆呼吸 讓你的身體也可以呢 先稍微放得輕鬆一點 不要壓力這麼大 接下來離是站離 那個現場 就是讓你造成壓力啊 不舒服啊 或者是憤怒啊 那個情緒的那個地方 接下來呢 你是要紓解一下你的情緒 不要在過度的 鑽著腳尖陷入那個狀況 然後轉換你的心境 最後呢 你要正向思考 就能夠呢 讓你的心情 由負轉正 再出 下一題 愛國詩人屈原 從他的詩詞當中 可以發現 他應該是一名 躁鬱症 還是憂鬱症的患者 請想答 好 一定要請想答 才會有效果 來 黃維銘 好快 這個我覺得啦 因為跟屈原沒有那麼熟 大家都只知道 誰跟屈原很熟 我覺得是趙羽 就是有很喜也很悲 請你接受 好 我們都知道 屈原是愛國詩人 但是事實上 他的身心已經在一個 非常糟糕的一個情況之下 否則他也不會去投革自盡喔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從屈原呢 他留下來的一些詩詞 就能夠發現 像是他遇上了漁夫 那漁夫呢 可能只是也沒有真的那麼有意 只是跟他說 那竟然現在天下都已經汙濁了 你為什麼不同流合汙呢 但是呢 他可能只是一個玩笑 可是屈原呢 卻非常異正言辭的 跟對方反駁 也看來是他的情緒 當時呢 是非常的激烈的 幫大家加油 好 請出下一題 Porque室原來是 吳祖神大廈的醫師認為 悠悠是體液的問題 其中影響他的 是黃膽汁還是黑膽汁 請搶答 陳大填 我覺得是黃膽汁 請介紹 弟弟 果然 好 因為在一八五零年代以前 那個時候 他們的科學 跟認為喔 我們的人呢 的情緒是受到了 我們的這個體液的影響 那體液呢 都分成了血液 黏液 黃膽汁跟黑膽汁 那像是這個血液呢 其實如果它比較多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比較熱情 然後比較有活力 那如果是黑膽汁 比較多的時候呢 就會讓我們憂鬱 而黃膽汁呢 則是讓我們易怒 而這個黏液 則是會讓人變得冷漠 所以我們的身體 就會受到這四種體液的影響 而造成我們情緒有所波動 來 再出下雨 新馬華人過年必試的撈生 其實是一道生魚肉 還是生牛肉的料理 請搶答 常從盛搶的喔 說話 那個魚肉 對 魚生嘛 剛好就是馬來西亞華人 當時就是魚肉 對 魚肉吧 是 答對了 生魚肉 請介紹 魚肉 好啊 來 再開箱 七樓三號 七樓之三 對 七樓之三 開箱 哇 帳單幫幫忙 沒有 是我的贊單 我的贊單滿高的 我的贊單也很高 幫我搶的 你抽到的是 陳大天的帳單 那還好 沒事... 按大天的經濟狀況 他下載了一個籃球遊戲的手游 兩千九百九十元 喔 不是手游啦 DS5的遊戲 手游的話太貴了 OK 嚇死掉了 還好沒抽到我的 來 再出 帥定 本來 舞台上有許多專屬的 韓話 請問馬克白還是哈姆雷特 相傳在演出的時候提到 可能會帶來厄運呢 請搶答 好 公言修 你知道嗎 選馬克白 等一下 好 沒事 我來不住 你的氣已經斷掉了 對 我氣斷掉了 換氣以後 表示你選擇答案 對 馬克白 你看過馬克白 我在高中的時候看的 你看的是馬克杯還是馬克白 馬克白 影片的馬克白 我記得很沉 不然就是 所以我剛剛直覺選的是馬克白 可是我剛剛說等一下的時候 因為我突然想到 哈姆雷特是斯大悲劇 對 馬克白也是啊 馬克白 利爾王嗎 奧塞羅 哈姆雷特 奧塞羅也是 我選馬克白 馬克白可能帶來的厄運 請那種 答對了 答對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馬克白 他的這個故事當中 裡頭就有女巫這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女巫告訴了 本來的國王的將領說 這個國王會死 而你會成為國王 所以造成了 他跟他的太太兩個人就有這個 士軍的舉動 所以最後他們兩個 雖然成為了國王跟皇后 但是後來也都分別慘死 甚至這個皇后 他也是因為憂鬱症而死 所以他們就說 馬克白還接出信 因為裡頭有女巫的咒語 所以在劇場 不能夠輕易的提及 否則也會有意外 或者是厄運發生 來 恭喜你答對 來 請選擇 下一題 七樓之五 七樓之五 開箱 不錯 這一名很好 把握時間 來 再出 下一題 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跟下巴太長 還是體重過重有關係 請搶答 嚴淑明 說的是我啦 對 睡眠呼吸中止症 跟哪個有關 下巴太長還是體重過重 下巴太長 下巴短的人才會 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 所以是體重過重 體重過重 對 這樣子喔 原因是什麼呢 接腳 果然是體重過重 不是下巴太長 喔 還有二十六秒 只有兩家開張 請出下一題 若自己的皮膚鬆 而不垂墜 會建議預約電波 還是音波 來拉提我們的肌膚 請搶答 來喔 陳志荊 醫師 來 志荊哥 電波 來 電波拉比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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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的確喔 有很多人愛美 但是呢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奇怪我花大錢去做了電波 怎麼覺得好像功效不如我所想 或者是看到別人的狀態 跟自己的狀態好像不太一樣 那可能是因為你們原身的這個問題 本來就不相同 像是喔 這個音波呢 基本上它做我們的深層 筋膜層的這個點狀加熱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向上拉提 讓它這個臉的感覺 這個肌肉的走向不會那麼的垂墜 而是往上拉上去 那有一些人它是表層的皮膚 皮很鬆啊 那這個時候呢 要用的是電波 因為電波呢 是幫你把皮變得緊緻 所以呢 其實啊 當你年紀很輕 你其實呢 並不是真的皮很鬆的狀況 的這個情形 你去做電波 它其實並不會有太大的功效 來 國平了 好 六樓之勢 六樓之勢 你挑了我想要的 是喔 開箱 帳單幫忙忙 你們真的滿衰的 沒開幾個箱子 沒開幾個箱子 開四個箱 一半都是帳單 你們這個 抽到了公園修的帳單 你們很貴對不對 帥囉 睡眠呼吸 中指針的開刀自費 手勢肺爐 含病房費 所以一共一萬一千兩百幾千 那你真的太有緣了 真的 你這是 你現在不是脫貧 你現在是赤貧 赤貧 對 但是答對了 衰敗猶榮 對 對 沒錯 四海猶榮 衰敗猶榮 我們十八秒 大概就剩兩題了 好 來喔 請出下一題 對醫界來說 死亡率特別高的三大節氣 包含端午節還是春節 請你搶答 黃陽明 春節 因為春節的時候天氣比較冷 然後老人家心血管疾病 比較容易病發 劍這腳 我決定我以後要答那個 我心中沒有的答案 好 其實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身邊的親友走得有點突然 可能前一天晚上還開開心心一起吃飯 但是隔天早上就常睡不醒了 那在醫界其實有三大節氣 大家會覺得三大難關要特別注意 就是清明還有端午和中秋 那也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一些腦中風 心肌梗測 這一些很突如其來的一些風險 那其實跟平常的生活習慣 還是很有關係的 比如說要戒煙酒啊 早點睡啊 以及多喝水啊 定期做健檢跟量測血壓 才能夠避免這一些呢 突然突如其來的疾病 最後一題 請出題 人類憂鬱的情緒 被認為是社會促進團結 還是孤立彼此的主因之一 請搶答 怎麼說 田淑明 最後一題了 是社會促進團結還是孤立團結 還是孤立 權貴孤立 權貴孤立 請揭曉 Oh my God 很誤然耶 大家應該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情緒喔 當我們受苦的時候 情緒很低潮 受苦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想要互相安慰 我們會有同理心 然後互相訴苦 就更可以幫我們連結在一起 所以憂鬱這樣的一個情緒呢 反而可以把人的心事聚攏在一起 黃陽明 嚴淑明 陳大明 陳大天 目前都淡薄名利 對 然後陳至今 這陳至一是 負的一萬一千兩百七十三 唐從帥 八千零一十元 公研修九千元 那兩個領先的年輕人 掌聲鼓勵 六位尊貴的祝福 來到了第二回合 今天因為你們的層次 因為你們所涉獵的人生感受 我們題目稍微難一點點 好 剛剛整個第一回合 各位運氣很差 爛透了 我們的帳單全部拿走了 現在二十萬在這邊 二十萬 好 繼續往下走 請出弟弟 汪幽草在古代稱之為宣草 相傳她是用來忘卻 母親對遠行子女 還是妻子對從軍丈夫的擔憂 請搶 好 旺幽草呢 又被稱之為宣草 也就是我們這個 在東方世界的康乃興 金針花 那可以看到喔 在過去呢 這個游子不遠行嘛 但是呢 你還是有遠行的需求的時候呢 你就會在遠行前呢 先種下一片宣草 讓父母呢 看到宣草的時候啊 就可以想到這個孩子 能夠忘記憂愁 所以呢 他才稱之為忘憂草 來 請選擇 我想選那個 七樓三號 七樓三號 哪裡跌倒 從哪裡 再跌倒 開箱 不會吧 有差喔 可以啦 可以 六千六 也不知道 在這回合是很普通的 是 還是贏啊 請住下禮 乾脆衝浪的禮儀 通常接近浪頭 還是先站在衝浪榜的人 才能夠擁有成浪權 請搶答 衝浪按得好快好準喔 對啊 說話 哇 應該 先接近浪頭的人 你有在衝浪嗎 我沒有沒有沒有 你一直衝澡吧 衝澡跟放浪 對 對 這樣合在一起就沒做過 接近浪頭的人 請揭曉 好 那其實一個浪頭 它最多就是一個人 甚至兩個人 能夠一起來衝 那如果再多的話 又去搶浪的話 其實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存在的 但是在衝浪這件事情上 並不是先站上這個衝浪板的人 先戰先贏 而是呢 如果你剛好就在那個浪頭上的話 那大家就會自動的禮讓 那是一個衝浪的禮 來 通通通 來 請選擇 謝謝 八樓之二 再度為你開箱 你又挨壓什麼了那些 都是挨壓什麼 淑明姐 你在挨壓什麼 沒有 八樓之二跟八樓之四 都是我心水的箱子 心中的箱子 托你的福 八樓之二 開箱 麻煩了 一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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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達了你知道 現在算小贏了 剛剛那個贏就叫 對 來 再出下一題 想要擁有完美肩限 有很多人會選擇 施打受肩針 請問這個受肩針 是將肉毒桿菌 施打在斜方肌 還是三角肌 請搶答 顏素皮 斜方肌 斜方肌 應該在這裡 因為我記得打這個 唉唷 因為我看過打肉毒 打受肩的 應該是打在這個地方 奇蹟腳 對 我的天啊 對 對 在過去我們都知道 大家有些人會覺得說 臉上有皺紋 或者是覺得 腮方子比較大 鞠肌比較發達 就會打這個肉毒桿菌 來瘦小臉 但是現在也有 非常多的女生 可能會很在乎 覺得自己沒有天而景 然後有圓肩駝背 甚至有一種虎背熊腰的錯覺 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你脖子偏短 那主要就是因為你的斜方肌 會有一種聳肩的感覺 所以就越來越多人 會打這種瘦肩針 就是放鬆你的斜方肌 這邊的肌肉 然後它的線條比較拉伸 脖子自然就會看起來 比較出來了 八樓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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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 好的 都好 不錯 現在是陳大天跟黃耀明了 好 來喔 請出下一題 這件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 它是出自當時 哈姆雷特在考慮 是否要殺舅舅 還是自殺 請搶答 陳大天 殺舅舅啊 請介紹 可是在我們的戲裡面 是殺舅舅耶 好 To be is not to be 他是哈姆雷特裡頭的名言 那他即使呢 就是面臨一個非常兩難的一個境地 他覺得呢 這個社會呢 有非常多的不公 然後他要考慮 要不要在這個屈辱當中呢 繼續這樣子 很痛苦的存活 或者是死亡 所以他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 所以其實他當時面臨的是 自殺的這個選擇 他不知道該怎麼選 但其實呢 這也代表著 很多的人都常常在面臨現在一個很不幸的一個大環境之下 你明明知道自己非常的痛苦了 但是你更害怕去做出改變 來 請出下一題 歷史上有許多利用血液來保養美容的案例 其美容的功效 應該是與紅血球還是血小板有關 請搶答 血小板 陳大天 血小板 不想思索怎麼回事啊 就是因為我之前不是有那個身帶的保養嗎 我做過身帶的手術 他後來有跟我說可以再去保養 因為第一次是抽自己的紙去 補在自己身帶旁邊 他後續的保養 他有說可以用血小板 所以我感覺應該是血小板 比較有可能 血小板 請就叫 有了 有明天了 好 要先跟大家講其實血液保養 在17世紀的時候就有了 那時候還挺可怕的 在星星瑪莉呢 有一位伯爵夫人 也就是大家稱的血星瑪莉 她會把這個呢 少女喔 把她殺死 拿少女的血液來保養自己 讓自己可以維持年輕青春的爵士美貌 但是呢到了現代 我們其實看到許多的運動員呢 他們也都會用血小板 來做呢 這個運動傷害的保養 像是呢大家都知道的PRP 它其實呢 就是把我們的血液去做離心 然後呢萃取了高濃度的血小板 再達到了這個受傷的患部 所以呢 像是Tiger Woods啊 或者是Kofi Bryan啊 他們都曾經有做過這個PRP的治療 陳大天 七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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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 哇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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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戶通知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收金 來自香港的新住戶 顏熟明為了敦親慕靈 自備香港絲襪奶茶 請大家喝 那麼好啊 哇 這麼開心喔 絲襪奶茶 來 給奶茶哥自己拿一個吸管喔 好 絲襪奶茶這麼好啊 真的 我們在住戶大廳啊 我們在大廳真的很多活動的 敦親慕靈 謝謝 很多活動的 喝一下 看它跟人家一些泰式奶茶 有什麼不同 好的 好特別喔 試一下 沒有絲襪的味道 跟楊敏一樣 是很絲滑的 神慕靈醫師 絲襪是什麼 這就是加貨病房的溫暖吧 依妳看絲襪應該有什麼味道呢 絲滑的味道 牛 好壞喔牛 好喝耶 我們這樣子整個的氣氛 會不會都太祥和了會不會 其實不錯 那我去把我的酒拿來 還有44秒 OK 方便你們搶答嗎 方便 可以的 幫你說耶 你還要喝喔 因為我的工作還可以 好喝好喝 我目前的工作一隻手可以 可以不得 還有44秒 來 準備 請出下一題 關於境外保單 其保單的保險費 可以還是無法 作為所得稅列舉扣除額 請搶答 嚴淑明妳看懂了嗎這個 我看不懂 我現在努力在看 等一下 關於境外保單 其保單的保險 可以還是無法作為所得稅的扣除額 來 無法 請揭曉 好 今天我會提醒大家 其實呢 這個所謂的境外保單 就代表呢 它是未經經管會許可 然後呢 是在這個境外來經營保險事業的 所以呢 這個境外保單也可以說是 地下保單 那因為呢 它沒有被台灣的法律所承認嘛 所以呢 當然做了這個境外保單的消費之後呢 它是沒有辦法列在我們在這個 列舉扣除額裡頭來抵稅的喔 嚴淑明請選擇 六樓之室 大駕之室 開槍 九千四百元 普通 來 請出下一題 正宗的麻婆豆腐 是使用鹽滷豆腐還是石膏豆腐所製成的 請請搶答 在哪裡 鹽滷豆腐 沒答對 對不對 請揭曉 好 好高 鹽滷靠海 比較容易有鹽滷做得出來 了解 所以內陸成分怎麼做鹽滷啊 鴨蟹 你跟他講 好 要跟你講喔 那個鹽滷豆腐啊 就是比較像是我們在吃那個 麻辣鴨蟹裡面的那一種豆腐 就是它是那種用老滷鹵水去用的 所以那個鹽滷豆腐在看著你說啊 然後呢 它是 它其實呢 裡面是有孔隙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比較硬 比較粗糙 然後如果是石膏豆腐的話呢 它就是 是比較嫩的那一種 所以麻婆豆腐 它通常是會用石膏豆腐 它還是要有一點那種滑嫩的口感在裡頭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服務耶 對 就是看著你講 它剛剛一對一家教 還一度非常的不專心 都沒有在看 有 我有在看 好 還有二折秒 請出題 根據國外大學研究發現 多攝取咖啡衣 還是烘焙相關的食品 容易會引發憂鬱症 請請來 黃揚明 好難啊 黃揚明說話 我覺得是烘焙 再答錯就回去了 別這麼說 因為在二十一秒差不多也要回去了 再二十一秒差不多要走 不要急著走 烘焙指揭小 黃揚明 黃揚明可能會嚇一跳 你知道嗎 如果常常吃烘焙食品啊 或者是一些素食啊 它其實呢 造成憂鬱症的比例啊 是非常的高的 還有很大的一個高相關性 就比如說啊 這杯子蛋糕啊 可頌啊 或是甜甜圈啊 披薩啊 熱狗啊 漢堡啊 其實都是很不好的NG食品喔 那他說除了呢 這些人比較容易罹患憂鬱症之外呢 通常他單身的比例 也會比較高喔 所以呢 要多多注意飲食上面的健康 我們先脫平再說 對 要脫平 加油喔 來 拿個一萬六吧 楊明哥 八樓之六 頂樓加蓋 對 這個鞋 一萬三千元 你一口氣才答到議題耶 你現在就答對議題 你就變第三名了 來 請出下一題 夜市常見的拉茶 它幾源於印度還是馬來西亞 請搶答 陳志敬 剛好馬來西亞人 可是他才...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說出答案來 來 夜市常見的拉茶 是印度還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不是印度拉茶嗎 他是印度人在拉 但是是在馬來西亞開始的 什麼大筆啊 印度拉茶 是在馬來西亞的印度人拉的茶 這是沒幾個人知道吧 對 這是陷阱題耶 而且你去當... 真的是這樣喔 所以我們在馬來西亞 當地光業之後 給我來馬來西亞拉茶 印度人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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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邊的人比較多嘛對不對 對 人種比較多 馬來西亞有 真的嗎 馬來西亞請揭曉 唉唷 雖然剛剛志勁哥的解釋 聽起來很像在胡扯 但真的是事實喔 這個是馬來西亞的呢 這個南印度移民 在這個馬來西亞的街頭呢 他們來發明的一種這個飲料喔 他是把這個奶茶紅茶 用兩個杯子不斷地拉來拉去呢 然後裡頭加了一點煉乳喔 那因為呢他在這個 拉茶的過程當中呢 會把空氣給打進去 所以就會創造了綿密的奶泡 讓他的口感 這個喝起來更舒服 八樓之一 水塔邊 開箱 九千元 還沒脫皮 還沒脫皮 來 請出下一題 因為正常伴隨的 纖維肌痛症 常會被誤會是 吳秉聲音還是筋骨胎硬 請搶答 為什麼這麼晚 好難啊 按了一個 他剛剛這樣 兩 他就一下 跟定海神針一樣 一下 來 資金哥 被誤認為是筋骨胎硬 會誤認為是筋骨胎硬 對 所以答錯沒關係 因為那不是我的專門 已經放棄了 先甩鍋了 沒有 沒有這種的啦 甩鍋啊 老師 還打預防針耶 還有這種的 對啊 好會喔 不非是醫生 打針是他的專業 對 連答題都要先打預防針 對啊 請揭曉 好 因為纖維肌痛症 它是一種非常神秘的疼痛症 它跟我們體內的一些激素 神經傳導物質 還有血清素跟多巴胺有關係 所以它常常好發於女性 然後二十到五十歲之間的女性 它一旦痛起來的話 你會覺得這裡痛 那裡痛 可是你仔細去查 又查不到病因 所以也常常被別人認為說 它是不是在無病身影 甚至會說它是公主病 但它其實很不舒服喔 那常常會是因為我們的情緒 造成的困擾而導致了 纖維肌痛症 OK 最後一題 請出題 廣東話的俗語 電燈柱掛老鼠箱 它是用來形容 高矮懸殊的情侶 還是第一位懸殊的夫妻 請搶答 陳志信 他必須答對 他沒答對 保送上壘 中間兩位就晉級 就這樣子 請答 原來是你 高矮懸殊的情侶 高矮懸殊的情侶 電燈柱上掛老鼠箱 這是什麼意思 電燈柱很長吧 對 它搭對了 我可以直接說它搭對了 是喔 老鼠鑽地洞啊 老鼠箱是不是在下面 為什麼要叫老鼠箱 因為我們廣東人經常形容 如果一個很高的男生 找了一個很矮的女朋友 都會用這一句話去 爺魚他 爺魚 你還會講爺魚喔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動作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女的這樣 挖在你的身上 你找他... 真的嗎 沒有說過你 就是你明白嗎 整個話在它那個 像五味熊 那這個廣東話怎麼講 電燈柱掛老鼠箱 電燈柱... 對不起 電燈柱掛老鼠箱 對啊 電燈柱掛老鼠箱 電燈柱掛老鼠箱 好 高尾懸殊的情侶請揭曉 你現在只要弄超過一萬五 超過一萬五 你一定要必須超過一萬五 一萬六 你只要是一萬六 你就是下一屆的盟主了 一萬五還沒有 你要一萬六 請選擇 五樓之五 如果沒有一萬六 顏淑銘就成為今天挑戰的朋友 準備開箱 五樓之五 三千元 但是你回陣了 回陣了 你脫皮 脫皮 你脫皮 漂亮 陳大天今天應該很有參與感 還有 放鳴舒轉鎮 恭喜你脫皮了 你還獲得一杯奶茶 最高分的兩個你看 顏淑銘 黃耀明也是四百元 這落後真可惜 顏淑銘和唐宗盛 進到冠軍爭奪賽 冠軍爭奪賽 二十五萬平均放在這十八個信箱裡面 五樓沒有 六七八三層樓 等一下只有家沒有減 所以很爽過癮 你們可以盡量累積你們的財富 裡面從一萬兩萬三萬都有 領先的唐宗盛 先打後打 先打 先打 是 唐宗盛準備 請出例 悲傷還是憂鬱 通常會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憂鬱 請揭曉 請選擇 六樓之六 你發達了 你發達了 漂亮 讚 保留吧 保留 進帳 現在的落差頻不懸殊了 差了三萬七喔 來 顏淑銘準備 請出例 非常五步做的第一階段是憤怒 還是否認 否認 請揭曉 好漂亮喔 來 顏淑銘 六樓之二 普通 留的也是舒服 最高的有多少 最高的有兩萬多的啊 好 那我不留了 你離他還有兩萬三以上 因為我數學很差 所以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加起來是多少 那我就不留了 因為你選了這個呢 離他還有兩萬七 你根本不可能會贏的 就是要再拚一下的意思 對 再拚一下 要拚 要拚 好的 因為你今天答對的機會 還滿高的嘛 對 好不好 好 放棄 換邊 唐宗盛準備 請出例 裴頭子明推出一款 香港人的專屬色 稱之為迪士宏還是電車綠 迪士宏 請揭曉 電車綠 來 顏淑銘準備 請出例 香港電車正確搭乘方式是 車尾上車還是 車頭下車付款 車尾上車 車尾上車 請揭曉 不會啊 車頭下車 是車的啊 在下車的時候付錢 付錢 他是說付款嗎 對 聽不到喔 是付款 是車頭付款 對 我以為他說是車尾上車 還是車頭上車 還是怎麼樣 對 好 沒關係 再來 沒問題的 Oh my God 這一題 本來我就會了 對啊 這是你的專業 因為我就是住在香港島 我從小到大都在住店 好了 可以了 不要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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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床公正準備 請出題 請揭曉 妳怎麼知道 因為 有每天幫媽媽量那個 心跳啊 血壓 還有會測她的呼吸 請選擇 妳大概再選個一萬八以上的 應該就一槍斃命了啦 一萬五就夠了 八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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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喔 一萬四千五 我還是打一次吧 好 妳還想再打是不是 對啊 好 別署名準備 請出題 洗腎被人的導管 通常會從屬膝部 還是胸部插入皮膚 將血液引流出來 洗腎耶 洗腎 好愛 腎在哪裡 腎在哪裡啊 怎麼會從胸部插管呢 請揭曉 唐瓊 我來 是妳不要一萬七千五的 好 對啊 看看下一題 細細看囉 來 請出她的最後一題 薩斯比亞的本名 是很常見的 約翰還是威廉 威廉 你竟然還有一題耶 還有七秒鐘啊 一萬七千都很高 薩斯比亞本名叫威廉 你知道啊 威廉 薩斯比亞 請介紹 威廉 爸爸才是約翰 爸爸走路了 他才出來的 請選擇 選一個比一萬四千五 來 大家笑一下 來 七樓即細了嗎 七樓即細 氣喜人呢 氣喜人嗎 對啦 要氣就氣到喜了 喜了 來 開門 真的氣喜人啊 少五百啊 笑喜人啊 再打一題了 再打一題了 還有一題了 跟他拚了 等一下錯 這個我要問一個重要的人 請問導播時間夠了嗎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這個節目 永遠是錄抄襲的 抄襲啊 沒有關係 是完全你想不想表現 想表現 我們就等一題 就好玩了嗎 好玩 那就做效果了 完全贏定了嘛 旁邊那個人也不知道在被幹什麼 不好意思 香港人 香港的題目答說一個南港人 南港人 顏淑銘準備 來 請出題 消費當中的阿姆雷特王子 是德國人還是丹麥園 丹麥園 答對了 開入戲喔 來 請揭曉 厲害了 OK 來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你沒有看到別的號碼喔 我要開囉 好 好 每況愈下喔 五萬一千元 入賬 總偷偷了 可是我只要還有五秒 還可以回答一個喔 不行了 沒有啦 剩不到六秒就是 就Waste掉了 所以他七秒鐘還有下一題 對啊 好快喔 請出他的最後一題 讓我打快一點 國家廣電院的四座室內表演 空間包含了戲演劇場 還是電影劇場 戲演劇場 答對了啊 請揭曉 分數 好 請選擇 這個 我來個八樓之二的嘛 八樓之二 對啊 何一雙 六 三萬了嗎 這越來越好笑啦 五 一萬兩千元 進帳 多少 六萬兩千 六百一十元 恭喜唐重建國政 送來唐重生什麼禮物啊 好 要送來唐重生什麼禮物啊 好 要送來唐重生什麼禮物啊 好 要送來唐重跟兩項大獎 是一個是 四座宣言流頂級SPA雙人型 黃金初心情 背景極竟的頂級SPA體驗 讓你舒放身心 讓你的肌膚繫滑順 深層匆放的溫暖水處 可以卸除繁忙的生活壓力喔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庫的智庫密碼 在哪裡呢 別忘了 週一到週五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 全民新聞留言 再見 拜拜 favorable 都選擇很遍 TW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